一大岛的猪叫声又来咯 别叫了 别叫了 给他吃了 给你吃个 要不要吃了 走 给他吃嘛 哇 这么大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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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抢 不能抢 走 哎呦 哎呦 打滑我 起床了 今天去拿快递 好多快递 要开车去拿了 这两天鳗鱼一直说他头发尖短了 哎呦 我觉得挺好的呀 好短啊 挺好的呀 你看看大白那 哎呦 妈妈妈 行了 行了 没事的 这个头发短了一点 但是没有胖 没有显胖啊 大白 都不看我一眼 大白 大白 过来 大白这家伙 好不好看阿伯 好不好看 好看呢 好看好看 行了 饭都给你弄好了 早上我们弄这个芝麻糊 已经是非常的熟了 这次放了点红枣进去 哇 反正对吧 一回生二回熟 现在这个芝麻糊 已经是信手练来 1比1的黄金比例 今天加了点红枣 看一下有没有点甜味 嗯 给他呢 大白拿了他的小零食 就派在这里了 给你吃早餐啊 我们的早餐 我觉得挺丰盛的 玉米鸡蛋蛋糕 芝麻糊 芝麻糊加了点红枣 怎么样吃起来 有一点点甜味进去 是吧 对 不用放糖了 对 之前我们没放糖 然后就有点 原汁原味 放了点红枣的话 就感觉应该会好一点 嗯 我感觉一天一顶进步 嗯 要吃完早饭 我们把周边的快递给他拿一下 最近呢 买了也买了好多快递 分散在这个 在这个租车地周围 都在三公里左右 鸭齿看好了 鸭齿看好了 想想去哪里了 嗯 嗯 桃花我总感觉去看的话有点赶 嗯 嗯 我们还是找一个没有走过的路线吧 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西藏 我现在想减肥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西藏 哈哈哈哈 我们又在西藏瘦了 然后再往新疆走怎么样 可以啊 我觉得国内最美的风景 我觉得还是在西藏跟新疆 嗯 从感觉之前都没有拍空 嗯 嗯 最近在那在这边内地吃的太多了 我觉得我要减肥 我造成雅丁都没去过 他带你去造成雅丁吗 人家说人家说爱一个人带他去造成雅丁 恨一个人也带他去造成雅丁 哈哈哈哈 你是爱我还是恨我 你这不能去耍不辣地的话 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我们可以去 呃 我们可以走那个啥呀 我们可以从卢姑湖开车 到大塘雅丁 他有一个卢雅县吗 我看网上有人 我看网上的攻略 那条线路的话已经通车了 嗯 我们这个车呢 也应该也是可以走的 大塘雅丁的路很烂的 多少年现在事件了 应该是十年前去了 麦玉以前呢 刚出来的时候 他喜欢那个背包友 那时候他那时候呢 他去过一次造成雅丁 我徒步爬山了 那时候那回 我第一次看到那山上面白白的 哎呀我还在想这是不是雪 那时候那时候我没怎么看过雪 嗯 就硬邦邦的 嗯 然后然后我头特别就是特别晕 有点不舒服 就是坐那个车啊 嗯 要坐一个面包车到那个雅丁车里面吧 嗯 那个路就很烂了 顶着顶着顶着 我以为我是晕车了 在车上我特别晕特别难受 下车就要去客栈坐 然后人家说我可能是高反了 哈哈哈哈 我当时都不知道高反是什么 嗯 不做工练就敢去 对我感觉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还是胆子挺大了 高反我都不知道 现在胆小了 嗯 现在胆小了 是因为 因为他呀 嗯 因为他呀 因为有天惯了 有在乎的人了 哎呦 哈哈 你今天一个人 无缺无挂 无忧无虑 哈哈 他也不用想 他也不管 哈哈 嗯 老 就是我们再去到他家里 哈哈 就像我们要爬完 哈哈 带你去爬了 爬了一边 太累了 我们吃完到大白了 哎呦 像肉酱想吃啊 等等给你拌一拌 今天给大白吃点不一样的 早晨 吃点肉酱酱 是吧 肉酱拌狗粮 拌 这个也不能说经常吃 要偶尔吃 哈 大白跟我一样也喜欢吃零食的 零食要少吃啊 偶尔吃一顿就行了 啥不喜欢吃啊 这里还有 带大白出去溜了一圈 给他放在这里 啊 在这边看不看吗 哎呀 待会出去拿块地 把那个车玻璃啊 擦一擦 给他放点水进来 感觉车里的水箱水 不是特别多了 省了点 看那个洗的是不是比较干净一点 这个是不是适合擦玻璃啊 哇 这看起来 抹起来是不错的样子 哇 抹了好多黑东西啊 给这个拐用 哈哈 前挡给他沾点水 哎 C型的车啊 就是太高了 太高的话 就 嗯 太高就是老是够不着 上面的地方 看着也没用 这个声音 这个嘎吱的声音听起来好难受啊 这个是这样挂玻璃还是洗玻璃的 擦完再用这个擦 今天天气啊乌蒙蒙的 把车打扫一下 把车弄一下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今天最主要去拿个快递 哎呀 去把那个快递拿一下 拜拜 拜拜 给你拿快递喽 有你的好东西啊 你这玻璃挂得好像不太行呢 怎么还有那个玻璃水洗一洗就好了 还有那么多水剂 还是要擦 哇 我们车头那里有个蜘蛛 这蜘蛛 在那里接网了的 我感觉我们的车好招蜘蛛 为什么呀 是我们这个车的颜色啊 虫子都比较喜欢 是啊 你看到哪里那个蜘蛛 他在那里接网了 哎呦 他在动 你看他有网啊 他也不会掉下来 哎呦你看他爬 海哥那里爬就掉起来了 哎呦 挺疼的啊 这个蜘蛛也要给我们去环游中国了 哈哈哈 要给我们去旅游啊 到快递点的附近来吃点东西 嗯 现在不能吃辣的了 那里喝点汤吧 啊 喝点汤去啊 挞挞身子啊 等我们吃一个蜘蛛汤 不知道点什么菜呢 就点个回锅肉啊 应该这边还有这个蘸水 一碗饭 还有一个素菜没上来 可以先喝点汤了 吃吧 所以我们去拿哪块地 吃饱了才有力气拿块地啊 这么一整个啊 嗯 这么一整个 哎呦 这么大一个块地 是不是好重啊 是啊 它是凉凉的呢 冰冰的 嗯 哎呀 这是我弟他们给我们剧的那个丸子 海鲜丸什么的 是的 哈哈 我们吃完了 他们给我们剧了又剧了一些 对 这个生鲜呢 就是他们在那边寄的快递费特别贵 我看上面写的几乎要135块钱的快递费 快递费的要100多 500年快递费 和那个丸子的价格都差不多了 天呐这么贵啊 哈哈 快递费太贵了 得把它先放冰箱咯 把它拆了放冰箱吧 哎呀 还回来干嘛 哎呀拜拜 躺在那里等我们 哇 这个看能够我们吃多久 泡冰箱可以放好久 如果还是直接把冰箱塞满了 这个鸡又费太贵了 是吧 哇 哇 哇 包装的这么好 哈哈 一箱丸子 哈哈哈哈 哎 还做个海苔啊 哦 海带吧 海带头啊 海苔吧 海带头 往下 纸菜子 豆腐 纸菜 泡水 紫菜吧 纸菜 我们上次说好吃 还没吃完呢 我说这点丸子就行了 肉肠 嗚 有肉肠 最多就是这个玩意 对 这个什么口味的都有 这个冰袋 这个还挺冰的 我还没有刮掉 挺饱 那么饱鲜的 它是不是放在寄过来 它是不是也放在冰箱里的 应该是它冷面 放在冷库里应该是 对 不是 它应该就是顺混的冷面 虾酱 虾酱 我们的最爱 食尚也寄了好多瓶 这些罐状的 应该用普通快递机就好了 这个那么重 用普通快递可能好一点 这放在一起走冷链的话 肯定快递费贵 对 它们怎么不分开来 塞的满满的 这够我们吃好久了 这已经塞不下了 我们的几栋还是挺大的 都已经塞不下了 这够我们吃一年了 我觉得几个月差不多 你放着到时候回去还在 好 继续去拿快递 继续拿快递 盒子先丢了吧 丢了吧